阿末的生病日 作者是来自美国的菲利普斯蒂德和艾琳斯蒂德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 在高中的时候就结识了 大学毕业之后都选择了和艺术出版相关的职业 直到2005年 他们俩结婚之后 一起建了一个工作室从事图画书的创作 这个故事就来自于他们夫妻俩 阿末的生病日 由阿甲翻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阿末麦吉是个早起的人 每天早晨 当闹钟叮咛的响起时 他摆摆腿下床来 脱下睡衣 换上运的鼻挺的制服 他会给怀表上好弦 煮上一壶开水 对糖网子说 请给我的燕麦粥里来一勺 茶杯里来两勺 吃饱肚子 准备好去上班了 他就从容轻松地走出家门 阿末 每天都要坐五路公共汽车 巴士司机喊 下一站动物园 阿末应声说 六点整 很准时 在动物园 阿末有很多的事要做 但他总要挤出时间 去看望几位好朋友 他跟大象下国际象棋 大象每下一步棋 都要想啊想啊 他和乌龟赛跑 乌龟从来没有输过 他陪企鹅安静地坐一坐 企鹅特别地害羞 他给犀牛递手卷 犀牛总爱流鼻涕 太阳落山的时候 他给猫头鹰读书讲故事 因为这只猫头鹰 竟然怕黑 有一天啊 阿末醒来的时候 抽了几下鼻子 他还打了几个喷嚏 忍不住打起冷战 他摆动酸痛的腿 坐到床边又蜷缩回来 他对自己说 今天恐怕不能去工作了 此时在动物园里 动物们在等待他们的朋友 大象在摆弄棋子 把车擦了又擦 乌龟伸伸脖子 顿顿腿 做热身运动 企鹅 独自耐心地坐着 犀牛担心自己的过敏症 又加重了 猫头鹰 栖息在高高的 遗落故事书上 满怀关切地挠着头 动物们都很想知道 阿末这是在哪儿呢 于是这天晚些时候 动物们走出了动物园 他们坐上公共汽车 来到了阿末家 真是太好了 好朋友们都来了 大象摆好了一盘棋 阿末每下一步棋 都要想啊想啊 阿末对乌龟说 今天我太累了 不能赛跑了 要不我们改玩捉迷藏吧 乌龟躲到了龟壳里 阿末藏在了被子下 阿末打着哈欠说 我可要打个盹了 企鹅安静地坐着 给阿末暖暖脚 阿末打了个喷嚏醒过来 犀牛已经为他准备好 一条手绢 阿末调好闹钟 时候不早了 明儿一早还要赶早班车呢 于是阿末跟大象说晚安 然后跟乌龟说晚安 跟企鹅说晚安 跟犀牛说晚安 跟猫头鹰说晚安 猫头鹰知道阿末怕黑 他还在熄灯前 为他读书 讲故事 直到 他们都睡着为止 店员 看来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